陸正哥 别怪我没提醒 我卖这个河头要是不牵 你得罪的可是宋师 土地就是我们农民的面根子 你老卖地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告诉你 我们是绝对不会把土地卖给你们宋师的 你这想一想行吗 赶紧滚 部长连 这项目 宋师不贵 给他钱不低 干嘛钱过不去 宋师有什么 我们这种有贤有势的人 就喜欢积压百姓 强卖强卖 陆小女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 臭闹门 你给点不要 今天可是宋总亲自过来监工 你如果不配合我 让我那宋总给人调劣 我一定不管你 把小子吓得真心 一身利息还是热 大不了我们今天就与此往复 我话还是料理 就算你们送手今天亲自 我们也关你签字的 宋总 商业区开发迟迟无法推进 就是因为这家人始终不肯签合同 他们还拒绝了我们的买地补偿呢 说的人是谁啊 李想 事情结束以后 马上撤了他 动势不养费了 是 长颜大夫 地是金山 就是金山银山 你们逗我家的地 就是逗我家的财 是绝对不会让你拨抢的 简直是毫无罗解 赫尼巴蒂有什么值钱的 金山银山 这帮人这么死缠乱吧 不就是想都要几个钱吧 尽快让我们钱 是 明白了 高五宋总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这帮穷鬼哪配拿这么多钱 不如给哥几个分了 得破房子啊 所以给你钱就是啊 随便们 帮我都发话了啊 给我扯 给我扯 哎 家不能打 不能打死老头 不要哭 你别扯我家东西 我看 我小 总是你爸 确实 爸 你妈的 你俩跑你啊 不要看我 看你 你别扯我呀 怎么看 不要跑 停 你爸 陆小姐 这是给你的补杀 也是宋世宁何种成立的 三天后 我和家的隔头 再次上门 孙女们 走 出事了 给你放错了 什么狗屁搜索 什么狗屁搜索 不是对了会都会卖地的 对了宋董 老夫人交代 对了你今天回老宅 上讨和沈小姐订婚的时候 不去 宋董 沈小姐 那么漂亮 而且还和你是青梅竹马 难道你对他就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把他当妹妹而已 结婚这种事 当然得跟自己喜欢的人 我父亲也说过 这枚项链 一定得送给我喜欢的人 这里的路也太正了 逗逗小鞭 是 啊 啊 啊 不会死了吧 啊 还活着啊 吓死我了 别说 长得倒是还挺帅的 救人一命 剩造稀奇浮屠 不管了 喂 喂 你没事吧 你还记不记得你叫什么 夹住呢 为什么会伤成这样啊 哎 哎 哎 我我我 我想起来了 难不成是失忆了 失忆 嗯 反正呢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嗯 我也实在没法放人不管不是 爸 要不 你给他找样衣服穿吧 啊 哎 快去嘛 活着活着 还不能碰到这样的事情啊 嗯 长得帅 就是穿什么都好看哈 嘿嘿嘿 呦 还害羞了 车祸 你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和别的车撞了 索教队 已经找到车根助理的事情 但还没找到个人 那说明 说明还有希望 我我要去月华村 不 那边环境恶劣 你会不习惯的 我不怕 哪怕是尸体 不要妻子把他给带回来 马上就要订婚了 这不就天天出了这么大的事 好 既然你一定要去 那我陪你 伯母 你放心 不管十叶哥哥是生是死 这辈子 你就非得不嫁 我 既然住我家呢 就不能白吃白喝 干活 懂吗 嗯 得给你起个名字才行 我叫陆小米 要不然 你就叫小麦吧 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那从今天开始 你就跟我姓了 小陆小麦 陆小麦 跟我走 看好了啊 看好了啊 来 真是糊了 一定得打嘛 废话赶紧的 妈 你闻啊 我不闻 你闻 你在跑 看好了啊 想要你歌唱 歌 歌好了 你试试 你写个人 啊 从未处的隐患 呃头别动 真是娇气啊大少爷 干啥回干得不好 杨你可真费劲 不好 你给 这干嘛 我身上就这么一个之前的东西 我把它送给你 你别不要我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那就再养你一段时间吧 走吧 回家 都找一天了 或许哥不在这 走吧 我 实业哥哥他一定还活着 明天接着找 就算是尸体 我也要给他找出来 陆小麦 你等等我 莫莫莉 怎么了 没事 我把那个人当场是他了 不过我的实业哥哥怎么可能穿得这么寒酸呢 走吧 我扶你 一旦在岳华村附近发现宋实业的总结 不用通知 即刻送他去见阎王 是 还有 通知理想 三日之内解决所有听从 绝不能影响宋实的招商 丧实业 这些年来处处压我一套 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你犯身的结果 我能想所有的证明 你办好的事情 我能办好 丧实 梦莉 统统都是我的 小麦 等一下晚上下雨了 地上路滑你小心点啊 嗯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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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小麦 你先松开我吧 哎 现在路这么滑 下山肯定也不安全 而且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 我们找个地方将就一晚上吧 小麦 说下山肯定 嗯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 谢谢 来吧 什么 猜猜的人又来闹事了 我们马上回去 陆正道 这好了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字呢 要是再不签 跟房子 我就让人不拆了 我看谁敢 等一下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不签 你怎么还死成了呢 咱们滚 陆霞明人 你不叫一个植物学做事吗 有什么来不及 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岳华村建设的项目盒 已经通过了 这房子就算是拆了 那也是合理合法 你呀 那这没用 谁告诉你 谁告诉你合理合法 谁告诉你合理合法 方案过来 你们没资格杂志 你谁呀你 你什么人 混蛋 没猜错的话 纵是这么着急拆了 是为了后续的资金吧 如果地皮的问题解释不了 你们就拿不到 后续的银行贷款和融资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威胁我们没用 你要是敢拿 我就告你暴力拆清 宋氏的名义如果受损 不仅没有过去的资金入路 可能连股票都会下跌 到时候你猜宋氏会拿谁开刀 有这么夸张 你可以试试看 相爷 要不咱还是算了 等宋氏那边派人过来 咱们再过来找他 行 这次算厉害 小女们 我们走 小妈 没想过你这么有关系 竟然懂这么多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感觉这些话好像顺嘴就说出来了 哎呀 厉害呀 该不会 你之前还是个大总裁吧 也有这个可能 我要是总裁的 那就不用干活了 我天天带着叔叔和你 花钱不就行了 哇哦 得了吧你 赶紧给我买 疼疼疼疼疼疼疼 我给你买别墅 大奶奶总有一天 要说说路去能在吗 你们谁呀 宋子文 二少爷 二少爷 提示我呀 你现在在负责 玉河村这个小 以后还是许华林 能够多多提些提些 项目进展如何了 这项目其实大部分的行动都已经签了 只不过他们碰到这个印度之后 特别难开 而且 还碰到一个能说会道的 说他们在闹事 还要告我们 有这一盒事 千真万确 现在我刚接手项目需要树立微信 正好 就能让这家人开刀 让我请你接着让我送给你 他走 我亲自说给他 孟临 你在这好好休息 我去去就 你 雨晓 你留在这照顾沈小姐 赶紧都跟着 我去 你去马 老板 在这儿坐 素心的人 二少爷 怎么了 大概是听错了 走吧 小麦 我先回去一趟 你马上回来 二少爷 就是这副人家 把这破门给我砸开 动手 住手 你们都给我住手 把他安住 放开我 你这些畜生 放开 果然情深恶实 出雕 你个无权无视的蝼蚁 是怎么刚刚我们宋师的 二少爷 就是他 直接拿锄头吓唬我们 你是宋师的二少爷 是吗 现在才知道 晚了 最讨厌的就是 这群为咱目的不自首要的混蛋 咱们宋师 收鼓 这是宋家祖传的项链 记住了 只有宋家未来的儿媳 才有资格戴着项链 这项链 你是从哪弄过来的 这是我的 有什么东西 你这乡下穷贵 怎么可能有这么贵重的项链 分明就是偷的 不是偷的 这是小麦送给我的 就是我的 难不成宋师爷没死 嘴巴真硬 把他绑起来 放开我 你别碰我 你要干什么 放开 你们都到院子外面收着去 我要单独使用 是 我认识这项链的主员 所以你没有必要撒谎 我就是想知道 你在月华村附近 有没有看到过 一个出了车祸的男人 你们这个干什么 别怕 我就是想知道 你见到那个男人的时候 他是生还是死 你想长期在月华村待着 或许能打听到石叶哥哥的下落 链公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谁还说 我一定知无不言 在月华村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这不就陆家那小的吗 今天啊 就是他带着头聚集拆迁 当我们进度 真的 啊 石叶哥哥还活呢 啊 可是为什么 石叶哥哥会拒绝拆迁 他不是想尽快 让剩下的针子会签字吗 不管了 石叶哥哥还活着就好 快 你立刻带我去物账 走 到底要干什么 陆小姐 你告诉我他的下落 我保下你家的房子 怎么样 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使不定车户的事就是他干的 你让他吃点小麦的存在 我没见过 陆小姐 我劝你不要进去 不吃吃饭 我说了 我没见过 就是没有见过 既然陆小姐这么不识台词 那我也只好上一下 我听说你爸 陆正刚 上岁数了腰部 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取决陆小姐 只要你乖乖告诉我这个人的笑 我保你给你爸平安无事 兄弟 嘿 金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这样子 别怪我不客气 宋实业 你谁啊 到底想干什么 怎么回事 他怎么不认识 小麦 你别过来 这个宋家的少爷 抓着是你的仇家 偷人家没命的 你别过来 小麦 别过来 难不成脑子撞上失忆 看来老天都在帮我 真没发现 现在总去死了 把这个捣乱的给我抓住了 把这个捣乱的 把这个捣乱的 把这个捣乱的捣乱的捣乱的捣乱 原来真的是一个人 既然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还要再活过来 放心 这次我亲自送你少路 绝对不会出错 带走 你想杀我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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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的 把小麦 放手 热哥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真是 小姐你谁啊 认错人了 热哥哥 你在说什么呢 你这张脸我怎么可能认错呢 他在说什么 太远了听不清了 那个女的叫小麦什么来着 孟迪 你怎么回到这里了 这小麻风 孟迷你先别激动 大哥他 小主啊 我还没有问你呢 你为什么要绑架实业哥哥 到底想要做什么 孟迪你误会了 哥失意了 我只是想把他带到医院去检查 大哥一直不配合 我没办法 只能强行把他带上车了 失意 实业哥哥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孟迪 眼下最紧要的是送哥去医院检查 对 检查 实业哥哥 你跟我们去医院检查好不好 我可以跟你们走 但前一天你必须把人都撤跑 并且发誓 以后不能再为难陆小米一家 没问题 走走走走 哥 现在可以去医院了吧 实业哥哥 我们走吧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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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宿舍的人一看什么呀好些 小麦肯定有危险 对 要最好的病房 让所有脑科医生带印 小米那边应该安全了 我也得尽快多伸出去 十严哥哥 宿舍小心 十严哥哥 你终于醒了 哥 感觉怎么样 我马上让人去叫医生 章鱼 我马上让人去叫医生 过来 好 这纹身 车祸难道是他吧 这些年倒是小瞧我这个弟弟 十严哥哥 你别担心医生马上就来了 明明想你什么呀 宋斯文野心这么高 眼下还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恢复记忆的事 医生 十严哥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记忆啊 这个我不清楚 主要还是看病人自己的 恢复状态和精神意志 时刻不早了 先回去吧 十严哥哥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过来看你 哦 谁 是我 小米 你 你又不来了 当然是来救你啊 你小子刚差点吓死我 赶紧收拾东西 我带你坐窗户逃出去 小米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奋不过神的救 当然要救你啊 你可是我的人 对 不是你的人 我跟你走 走啊 你先下去 我的 老子干嘛 快点啊 上车 嗯 我的 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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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你为什么不想宋氏集团 开发油花生 宋氏那帮人 眼里只有利益 什么狗屁商业区 一旦开工 许华修的生态都会被破坏 到时候 叶华村的水泥钢筋战续 绿水青山不散 你就再也看不到 这些可爱的烟火头了 小米这么讨厌宋氏 现在不能告诉他 我的真实身份 这段时间 我必须得做的什么 让他不那么讨厌我 小米 我有办法独自封氏集团 开发油花生 十业哥哥我给劲 怎么 你找到十业哥哥的下落了吗 监控显示 陆小米从天空中前 我已经把人给他走了 越华村 一定是去越华村了 你现在立刻背车去越华村 硬碰硬 肯定是阻止不了宋氏 所以 我的计划是 制定一个环保项目 再保证不破坏 越华村生态环境的 险期下进行开发 然后拉脱子 取代宋氏提侦的计划 而且环保项目 还会得到官方的支持 那要是这个项目能长行 幼华村就有救了呀 太好了 只要官方一旦介入 宋氏集团的实力就算再大 也拿我们没办法 小麦你太棒了 你住手 松开他 有两个宝石亚算 又来干什么 陆小姐 我奉献你乖乖把他叼上 不可能 谁不要动我家小麦 你们家小麦 陆小姐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当然知道呀 小麦施宇之前 肯定是一个精精人士 你们两个 一定是他的仇奖 他就是想趁他施宇下黑手 别以为我不知道 宋氏 没一个好东西 什么仇奖 陆小姐 我告诉你 他就是 先别说 我去 你干什么 祖祖 小麦 该把门锁着 手 他们俩就打招呼 又闯进来 好 放开我 宋祖文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告诉他 什叶哥哥的真实身份 现在还不能说 宋十叶还活着的 是越少人知道越狠 这人 他有机会除掉 为什么 我不明白 你想想看 现在哥十叶 只相信陆小敏 陆小敏 这种身份低贱的穷人 一旦知道了哥的真实身份 很有可能利用哥来 敲诈钱财 甚至还会 利涉到哥的生命 那怎么办 我也不该看着 十叶哥哥 在那个破地方待下去吧 你放心 等我拿到玉花村商业区的项目 一定想办法把哥带回来 真的吗 嗯 还有 我总感觉上次的车祸 有期权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有人要害谁呀哥哥 我也只是怀疑 这样 为了不刀草金蛇 哥还活着的消息 一定要莫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小王 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你放心 此事还需送场寄 我们先走了 孙琳琴 你无论如何都要找投资大佬 王多宇 只要他肯支持我们 月华生的环保项目 不利项 倒人资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嗯 他现在 就是唯一的希望了 可是我听说 这个人脾气很差 很难交流哎 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 放心 事在是没 嗯 走 你好 你好 听说华肉今天有个第一项会 我们来找王老谈投资 找老王 又来两个不怕死 去那厅找他们吧 哦 两位 可能自首多福了 你不吃费物 写的什么东西 在里面恨起来的 啊 还还宝箱 这什么事啊 还宝箱我确实就是在 无同恩 我跟你说 我王多宇 就算把钱捐了 你绝对不动票吧 听懂没有 嗯 可是我们这个项目 也是我王老 你听了不会更生气吧 仔细一点 我们项目没问题 谁要你呢 呃 我们是来找您谈投资的 这是我们的项目书 您看一下 绿色旅游 环保环保 怎么有 你说你们这群人是不是有 拼的是我呀 黄总海说啊 今年的热闹效 特别抱歉你 可是您刚刚来说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不少了 而且能够逻辑 跟这群垃圾向往 完全就不一样 哎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毕竟这可认 嗯 嗯 啊 我是说 我真觉得这项目特别好 这项目我王多宇 抽了啊 哎 既然王总这么喜欢这个项目 那我们今天就把他弄成这样了吗 啊不用今天明天也就是你现在谁 陆小姐 那主他妹 喝酒一块 喝酒一块 王总我们一定好好干 喝酒一块 小白快走吧 走 走 走 小白 我真拿到好好红色了 啊 我真的拿到好好红色了 你还送这个吧 当然不是啊 好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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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说这边 你送那边 帮我拿着送是几个包装 我就是明正元顺的起伤人了 该死的送是你 我这位没有 你呢 没有 给我帮来这个 这个箱子保密级别很高 材质特殊 需要本人的通口识别才能搭来 那怎么办 算是 等着酒 小敏 时间不早了 先在这注意吧 这儿也太豪华了吧 注意晚上得不少钱了吧 要不还算 先看看吧 不过是再说 走走走 住一晚上要一千多 怎么会抢啊 这位小姐我们可说五星级酒店 住不起去离开 你 你干嘛 就是住不起怎么了 小麦走 怎么回事啊 啊经理我们想办入住 有没有经济实惠的泡行物费啊 送 好 有有有 今天是咱们酒店80周年庆的活动 每日第80位入住的客人 可以免费享受咱们的豪华总统 呃巧了 二位呢就是咱们今天第80位客人 最顶层的豪华总统套房 免费入住 真的假的 免费 对对对免费 免费哎 哇 小麦 我自己也太兴悠了吧 先是拿到了王多宇的投资 现在又能免费住进这么大的套房里 啊 感觉像做梦里呀 哎 刚好有两间房 我们可以一人一间 啊 好 神奇 你说什么 你 你 你没事 你那你先去休息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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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了 咱们住在风声酒店 啊 不知道大蓝猪鹿想外启肠美 一会儿拿包子馋死他 鹿小姐 我明白吗 跟你没什么好处的 鹿小姐难道不想知道鹿小麦的真实 有人想要她的命 如果你不想救她 大可以先在里面 你说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 鹿小姐有没有想过 鹿小麦当初为什么会出事后 有人想要她的命 如果他们知道鹿小麦没死 肯定能不能再死 他们是谁 中午十二点 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我就告诉你他们是谁 要怎么会受人 你怎么会受人 行 杨敏 宋总 不好了 陆小姐去了郊外的一处飞气工厂 宋总 给我出来 陆小姐 我还真的有些佩服你的感受 竟然真的给你一个人到这里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说好告诉我 害陆小麦的人是谁吗 想要害陆小麦的人 就是我呀 你干什么 放开我 宋斯文你这个混蛋 贱人还想搞 干什么 小麦 小麦不要 小麦你不要 不要 小米 陆小米现在在我手里 想要救她的话 现在就到北郊废弃工厂 宋总 是你 我只给你半个小时 要是没来的话 我可就要去送陆小姐去见阎王 宋总 我警告你 最好别动了 现在就回来 陆小麦对你还真是亲身啊 我实在好奇 要是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证 还会不会如此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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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陆小麦 你终于来了 宋总 我知道你的目标是我 放小米 我留下 你们两个还真是康丽情深 但抱歉 今天 你们两个都得 不上 我这失忆过后 你谁说你也 不是从前的 你们 怎么可能被这些小摩托倒 真没想到还能有一天 看到你这副模样 这么多年 宋氏的人 看不上 连我心爱的女人 喜欢的也是你 我日夜 盼着你去死 今天 我的愿望 终于要成真了 陆小麦 把我打开了这个箱子 送你去死 把我给他的眼皮 都等到手了 宋氏是我的了 哥 输了 这是什么 工章的 工章住哪了 你别过来 陆小麦 你再过来我就上了 他 弟弟 你该不会真以为我是什么东西的 你都想起来了 怎么 怕 当初你派人杀我的时候 咱们没见你怕人 寄起来又如何 宋实验不想他死就给我让开 宋子文 你谋杀凶臣 绑架勒索 这不就确实 在来这之前我已经报警了 现在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 如果你想在里面待一辈子 那就动手试试 别 别以为我不敢 不认识 我放红我放红我 交给警察处理 宋实验 你凭什么总是继续我一头 我故意都不会放过你的 小米 你没事吧 所以 你是宋十一 我是 原来你就是那个 强拆岳华村 拿起来信仰人的 宋氏集团总裁 宋氏的业 当初的事说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原来如此 我说呢 我们能那么轻易地 拉倒投资 还能免费住建总统套房 这一切都是你的手币 不是的小米 你甚至提前在保险箱里 放好了武器 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而我 也不过是你的棋子而已 你听我说 我只是猜到宋子文会抢公章 所以提前做了准备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过棋子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够了 小米 我真的可以解释他 你别管 宋十一 你让我觉得可惜 宋总 他现在肯定什么都听不进去 派人跟着 保护他 是 好了 幸福 妈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十一哥哥 对不起 我不知道宋子文他 如果我知道他要害你的话 我绝对不可能答应他 反正你还活着的事情 什么 还有这事 真没看出来 有如此歹毒的心肠 这么多年 我就没发现了 我是不是没事吗 反正他现在已经进去了 每个十年八年出不来 这事也不怪你 你别自责 你不在这段时间 孟黎他天天来陪我 正好 你现在回来了 就顺便把你们结婚的日子定下来吧 妈 我不会跟梦子结婚 你说什么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可算回来了 头头的是什么呀 哎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小麦呢 外头 这是怎么了 是路小麦的小子欺负你了吗 爸爸 小麦的就是孟黎 他就是孟黎 怎么是你啊 小米 小米你把门打开好不好 我们当面聊聊行不行啊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你走吧 你不想救月花村了是吗 宋实验 你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你竟然敢拿月花村来威胁我 不是的 你看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起做的项目书 绿色环保 绝对不会破坏月花村的生态的 你什么意思 这个项目通过审核了 马上就要实施 我希望你来接手 小米 我知道你不喜欢宋实 更不喜欢宋实业 但是我不仅仅是宋实业 还是月花村的陆小麦 我也想保护月花村 更想和你道个歉 之前的事情 对不起 才不是陆小麦 陆小麦 陆小麦也就死了 再说了 陆小麦心思纯良 不想 心思狡诈 小米 这个项目书是你做的 你那么热爱这个地方 我是真的希望你来接手 明天中午我在拆迁班等你 直到你来 宋董 现在已经两点零了 陆小姐肯定不会来了 再等了 宋董 陆小姐 是陆小姐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我是为了月花村的事情才来的 以我之间 以后只能够行 宋董 陆小姐已经好几天没跟你说话了 这样能行吗 水滴是川 贵在坚持 小麦 渴了吧 喝点水 谢谢啊 不用谢 你要是还渴你就跟我说啊 我那 水挺多的 真没想到 堂堂的宋氏总裁 居然是个恋爱闹 爸 我回来了 上边回来了 这天安累了 来 尝尝爸爸给你做个烤鸡 哇 好香呀 还是爸爸好 是 凡天 爸爸给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最近又好像来了很多工夫 他们都住在村民家里 他们家不也有空盘吗 我想他住在呀 让他们住 可以呀 进到关键院里去 那我会放心 这有什么呀 出来吧 你好 怎么是他呀 他不行 剛才你還滿口表演的 怎麼要反悔了 你也沒告訴我上宋世葉來呀 房子本來都咋住的 現在住一下怎麼了 那是小麥的房間 不是宋世葉的 不是誰一個人嗎 那不一樣 做小麥才不會耍手段來討好我爸 也不是那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小米 你誤會了 時間太晚了 村裡別家都沒房間了 伯父怕我沒地方住 誰鬧叫你 我知道你不願意見我 我本來也是要開車回去的 但是今天晚上雨太大了 伯父說 開車回去不安全 硬把我留下來 確實啊 是我硬把他送給回家裡來的 你也弄我啊 你忘了 當初他就在你約下的車戶 這是你的房子 你想要誰住就誰住 我不管 伯父 謝謝你願意幫我 謝什麼 我想的呀 想讓小米消息啊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你跟我倒言啊 你放心 你不一直堅持 你就是陸小米吧 我是沈孟黎 是葉哥哥的青梅竹馬 我們聊聊 有什麼話先快說 王老師 田鎮的時葉哥哥失憶 在你家住了一段時間 就是投憲 圖百萬 好大的手筆啊 只要你願意離開時葉哥哥 我可以再給你 離開 前陣子 時葉哥哥剛回宋家 跟他媽媽大吵了一架 拒絕跟我訂婚 他還說 這輩子非你不去 我知道 你曾經跟他共患呢 但他畢竟是宋氏集團的總裁 是天之嬌子 而你只是一個 農村出生的普通人 你跟他有著天壤之別 根本就沒有在一起的可能 你就是想說 我跟他不配 你倆是狼才你冒我 陸小姐是明白人 首先 我沒有跟他在一起 不存在什麼離開不離開 其次 這些話 你還是留給宋時葉說 我呢 只是一個農村出身的普通人 我沒有義務 為你們愛情保駕護航 還有事 先走 哦 對了 還有百萬 偶像去看多了吧你 站住 你少在我面前成為風 你身份卑微一身土氣 十葉哥哥他只是暫時被你離了眼 最終 他還是會回到我身邊的 他真是太好了 趕緊把你的十葉哥哥帶走 別讓他再來煩我 這樣吧 十葉哥哥 誰讓你來 十葉哥哥 你一定要這樣對我嗎 他根本就不愛你 你何必為了他自將身份去討好他呢 我才是那個全心全意愛著你的人 我不愛你你不也死纏了呢 還有 大家都是平革 哪來的身份的高級 再說了我們兩個事兒呢 十葉哥哥 十葉哥哥 你還是我認識的宋十葉嗎 都是你 這個狐狸精 都是你公認的十葉哥哥 我打死你 你夠了 我告訴你 看在以前的刑犯上 今天的事我不跟你辭銷 但是如果你再敢找小米的麻煩 人家就等你過程了 小米 我和十葉哥哥認識這麼多年 而你和他才認識三個月而已 憑什麼你能後來只居上 我不甘心 那小米 你這個賤人 我不會放過你的 小米 能不能別再跟著我了 對不起啊 給你添麻煩了 我保證 他以後不會再來騷擾你 宋達總裁 我所有的麻煩都是你帶來的 只要你遠離我 就不會到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你就只會說對不起 宋十葉這個混蛋氣死我了 不過 我為什麼要因為他生氣 陸小米 你認清楚一點 他是宋十葉 不是陸小白 沒必要以為他生氣 我還從來沒見過 身上大概氣成這個樣子的 你這種子彩啊 我怕 是不能讓他消氣的 我直到 我也沒指望著這樣 就讓小米消氣啊 都這個點兒了 小米的還沒回來 我們出什麼事了 派人查一下 小米去哪兒 天安 崙哥 我剛剛給我洗吧 什麼 我 你 贱人 你总算是醒了 什么礼 你要干什么 本来我想在你晕倒的时候 把你丢下山崖的 可是我一想到十叶哥哥被你迷的神魂 颠倒 甚至不惜为了你 跟我和伯母决令我就恨 十叶哥哥本来是我的 要不是你这个狐狸 就勾引了我的十叶哥 怎么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不可能让你死的这么轻松 我要划了你这个小贱人的脸 让你在绝望和痛苦中坠入山崖 这时候 就会摔的粉身碎骨面无全美 就没有办法供应十叶哥哥 什么礼 你老心一点 你想想我要是死了的话 宋师爷会不会怀疑你 不会不会的 我跟十叶哥哥从小一起长大 在他面前我一直是一个善良的人 十叶哥哥是不会怀疑我的 其实不会 不代表现在不会 你忘了吗 宋师爷的时候 他竟然看见你威胁我 不会的 都是你 我是你勾引十叶哥哥 我怎么看他做出这种心情呢 哎 什么礼 你笼子一点 我保证只要你放了我 我会得宋师爷远远的 我还能让你们俩 我 我才不相信你这种鬼话呢 只有你死了 谁会和他才会属于我 我现在 就让你这个小贱人的里 灯小米 我倒要看看 现在 有谁能够叫你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没有 但是他附近的小路上发现了这个 哎 小米该不会给予人绑架了吧 小白 一定要救予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了 伯父 您先别急啊 小米不会有事的 他用枪入室的 我就是跟他绑架了 你见着 谁啊 哥哥 小米 快 去查沈梦里的下老 好 哎 等一下 先去联系我母亲 她平日里对沈梦里不错 你应该能劝住他 明白 我倒要看看 现在还有谁能够叫你 走 孟里 你这是怎么了 啊 你不是这样的孩子 快把刀放下 甭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被逼的 我是被你们逼的 你先把刀放下 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 行不行 好 十一哥哥 只要你答应娶我 我就放下刀 好不好 宋十一 你连吼都不愿意吼我 你喜欢了你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是你的妻子 可是我知道 我根本就不爱我 孟里 只要你答应放下来 我保证 我把你当妻妹妹 我才不要做你的妹妹 宋十一 我恨你 我得不到 那我就杀了你最爱的 我要让你一辈子 你 我让你恨你解决 不要 吵 小脸 对不起小脸 都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你了 有小脸 我要杀了你 宋十一 快 宋十一 你没事吧 宋十一 你招住 你家不当杨先生都晕眼 小脸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我现在有点困 不想睡 不想不能睡 我要睡松水点 小麦 小麦 杀了许业哥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杀了许业哥哥 你放心 我马上就来陪你了 蒙凌 马上就来陪你了 啊 啊 少年啊 啊少年啊 你死了 没事 赶紧拿到这儿了 师爷啊 你终于醒了 小米她 小米她在医院守了你一周 我看啊 这小米心里是有你的 只不过她现在心里还有个疙瘩 这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明白了 谢谢 乖女儿 有先生 没有 嗯 你可骗不了你老爸我 跟我说实话 你对小麦到底什么想法 她又不是小麦 怎么不是一个人了 当初送谁也裁我们房子 是她不对 她不是知道错了吗 上次她还使身救了你 再大的错也甘原谅她了 我知道 岳华孙的事 还有上次她救我的事 我都很感激她 之前的事 我也想通了 我不怪她 你怪她了 那在医院的时候 你为什么躲着她 我之前对她那么冷漠 现在她为了救我又受伤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那你就没有想过 她为什么来使身借你 哎 会就吧 你就没有想过 她这么做 是用喜欢你 没有想过 那如果她要向你表白 说喜欢你 爱你 你会和她在一起吗 我也不知道 等她表白了再说吧 不要 来 哎 外女儿 跟着 跟我走 爸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我这是个带路的 是她嫂子呀 去吧 小米 你没事吧 疼不疼 好 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 我先回去了 小米我喜欢你 对不起啊 之前一直是我太笨了 总想要弥补你 但是从来没跟你表白过 小米 我爱你 每次听见你说我不是陆小麦 不愿意接受我的时候 我都非常服务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这辈子都是陆小麦 那样你就可以接受我 爱我 是 哎 小米 你可不可以也给宋实业一个机会 一个向你靠近的机会 一个爱你的机会 陆小麦也好 宋实业也好 不都是你吗 小米 你 你什么意思 既然 你这么尝心的请求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吧 以后 不许再跟我爸买酒客了 听到没 好 都听你的 那我买茶叶行不行 小米 我爱你 我非常非常爱你 我非常非常爱你 你还要说多少遍啊 很多很多遍 我喝一杯 小米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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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